大家好,我是黃良響,現在和大家談談今個星期市場走勢 今個星期美元先上後下,原因是美國七月份一些經濟數據 都是比市場預期好,例如服務業的PMI去到五十四點 歐洲方面反而服務業方面採購經理指數只有五十點 很大的一個反差,所以歐元曾經試過跌到1.1760左右的水平 但沒有太多空間在下面,另一個原因亦是因為 今個星期四和星期五在美國方面聯儲局有一個會議舉行 這個會議邀請其他各國的中央銀行家和財長去參加 這個是Jackson Ho每一年的聯會 聯儲局的主席鮑威爾將會在這個聯會上高發表他的一個文章 當然今年主要大家看的焦點會集中在 鮑威爾他究竟會否在這個聯會上高說他的通脹目標的改變 因為以前聯儲局的通脹目標是一個死目標 2%是通脹目標,高於2%就差不多一定要加息 現在聯儲局在2018年開始討論到現在應該有一個結果 就是說是否應該制定一個通脹目標的一個區間 譬如說上到2%都不用加息 這幾個月停在2%至2.5%之間才需要加息 或者說我們有一段時間譬如六個月到九個月 平均通脹都是2%以上才加息 如果是鮑威爾有在這個星期講及通脹目標的改變的話 那美元有可能因為這樣會再下跌 所以歐元跌到1.1760亦都沒有再下跌過 上個星期曾經建議過歐元在1.17可以買入 美元對加元在1.34水平可以沽出美元買加元 0.69水平去買澳元 幾個水平都沒有碰過 我覺得因為最近都總統大選 如果特朗普真的連任不了 而選出拜登做總統的話 因為民主黨的支出預算比特朗普還要多 所以美元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在11月以後再到下跌的機會都是高的 所以我想各樣貨幣買入水平可以調高一些 歐元的買入水平是1.17 澳元的買入水平可以調高到0.7080 美元對加指的沽售美元水平移低至1.33 美元對日元相同的水平 亦都調低到107.5 其他我想英鎊和紐紙暫時不適宜 將買入位調高住 因為這兩個貨幣仍然都有機會實行負利息的貨幣 所以不要去高追 我想其他貨幣在Jackson Hall的會議之後 如果真的波動有碰到的話可以跟回水平去買入 再等一等下一次9月份 聯儲局議息的時候 是否他們會有更加派一些說法 而令到美元再進一步下跌 到時我們先看看是甚麼水平去到獲利 今天要說說是這麼多謝 是這麼多了 多謝各位